一人輪番唱超嗨 但景氣拜拜 今年不只企業半尾牙縮水 就連獎金也不樂觀 勞動部調查 高達近三成的公司 不打算發年終獎金 在業績上面 只有很多事情 可是公司又沒有發年終獎金 這樣我就會覺得過分了 就很悲傷了 除了27%的企業 不打算發年終獎金 近六成公司 也只打算發一到兩個月 而上班族就算想跳槽 機會也比以往少很多 我們這一次的調查裡面 竟然也有將近九成 八成九的這些上班族 也就是我們這次的受訪者 他們不太期待 明年能夠加薪 請上塔 來 先請 在外商公司擔任秘書的小乖 現在兼職待看豪宅 因為找工作真的變難 根據主技術公布 今年8月和2月相比 職缺就減少將近4萬個 上班族只能紛紛自尋出路 還買煙火 天上飛的地上轉的 靠著叫慢煙火 年節幾天就可以收入10萬元 身為房仲的Vincent 在沒有底薪制度的壓力下 只好自己賺年終 沒有年終獎金 多賺一點錢這樣 把這個當年終 對對對 自己的年終 也難怪年終不如以往 職缺也少的情況下 不少少班族兼拆補貼 就盼多努力一點 熬過景氣寒冬 東森財經新聞戴崔宇家豪台北報導